大家好 我是香蕉人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最近我在各电商网站找寻 还有什么不错的M.2 SSD可以买来测试看看 结果在右下角看到一个蛮吸引人的M.2 SSD包装设计 再仔细看 诶?它既然是挂韩国SK海力士记忆体大厂品牌 可是我记得SK海力士才把Intel固态硬碟主持部门接收下来 并且成立一个新烧肉店品牌 叫做Solidite 进军一般消费级市场 不然以前他们都是专注在商业级产品 而B2B市场原来SK海力士也有出自己的消费级M.2 SSD固态硬碟 看看它的高阶Planet P41 GEN4 2TB PCIe SSD的读写规格 也蛮不错的 使用自家设计主控晶片 储存颗粒动态记忆体 一条龙生产设计规格 储存颗粒也是用到PCIe 4.0最顶规176层堆叠NameFlash 最近也看到产业资讯消息 SK海力士也研发出领先业界的238层4D堆叠 这就真的可以期待它未来在PCIe Gen5的超狂效能表现 再来是大家最在意P41的读写速度 表现也不错 最大读写速度有7000和6500MP每秒 更扯是它的4K随机读写有140万和130万IoPS 唉...这一点就有点夸张了 在我目前测试过的PCIe 4.0 M.2 SSD 都没有一支有这样的能力表现 这P41真的有那么强的读写效能吗? 真的很让人怀疑呢 而因为最近剪辑影片量大的我 我则是选择P41 P41 2TB M.2 SSD 来测试看看 好那现在来开箱介绍我买的这支P41 2TB 哇...这P41的包装设计风格 是我目前开箱过M.2 SSD中 最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给我一种像是来自异世界的神秘水晶能量石 那正面下方也有大大标示 说它是来自韩国大厂SK海力士 再来是产品名称 最底下标示你所购买的容量大小 在背后有厂商资讯、认证标章和5年有限保固 而它的保固是SK海力士 透过它在台湾代理商 香港商育成有限公司 台湾分公司负责处理 SK海力士也是世界级大厂 售后保固服务应该也是值得信任 好快来把P41拿出来看看 我的P41拿2 SSD 怎么没有固定在上面啊 不会在寄送中掉到包装盒里面吧 哎呀 这N拿2 SSD固定盒也设计的太差了吧 真是够了 啊不啊 不会吧 而且里面空空没有P41的影子 只有使用者说明书等东西在里面 啊天啊 不会吧 我会买到高防瓶缴货 被诈骗上当了吗 这一支是没有走交易保护 购买即送 啊 这下可好了 哎 啊天啊 原来是做上下盖夹层固定盒设计啊 啊 真的把我吓出一身冷汗 快来拉开看看 我买的P41 2TP拿2 SSD 有没有在里面 哦 还好 是有东西在里面 真的把我急哭了 谢天谢地啊 以为这次真的要翻车被诈骗了 唉 可以建议一下 最少上盖改用透明材质来当上盖 不然这么贵的东西一打开 看不到真的会让人哭哭啊 唉 好 现在开始来介绍我买的P41 2TP NR2 SSD 包装盒里面附有使用者说明书 和ASK海力士条例规范单 里面有多国语言说明 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看一下 接下来在PC上方贴有公司 和产品名称贴纸 没有任何产品资讯 而且这张贴纸看起来 并非金属特殊导热材质标签 应该是可以让消费者自行撕掉标签 来加装MD2散热器使用 而在背后就单独明确贴有P41的产品资讯和序号 那我们就来试掉看看 P41用了什么好料在上面 嗯 没错 真的如厂商说的 全部是一条龙生产设计 上面的主控晶片 动态记忆体组存颗粒 全部都打上SK海力士商标 完全不假他人之手 主控晶片是自行研发的AIRIS ACNS 075 是由台积电12nm制程技术 8个快闪记忆体通道传输 嗯 不错不错 而我买的2TB容量版本 它是使用2个1TB颗粒单面焊接组成 所以整体厚度也蛮薄的 让你放在狭小空间的笔记型电脑内使用 也没有什么问题 动态记忆体也是配自家的LPDDR4 2GB颗粒 储存颗粒也是自家176层TLC3D NameFlash 好 那大致开箱就先介绍到这里 快来上机测试吧 因为这次P4E2TB是高阶PCIe 4.0 M.2 SSD 我是使用9砂加有6公分风扇 M.2散热器来帮忙压制高温 让P4E2TB可以再多发挥出最大效能来 而测试机台是使用机家Z690主机板 搭配Intel 13大i913-900KCPU 主系统是PCIe 4.0 M.2 SSD 有加装我从国外买回来的主动式散热器 它的读写速度有7400MHz和6800Mbps 记忆体是DDR4 3600MHz 32GB 显示卡只能用CPU内显来操作使用 好 安装完成快的开机测试吧 目前测试室内的温度为26度的冷气房里 首先是Crystal Disinfo 目前是全新未使用的M.2 SSD 传输模式是PCIe 4.0 0.4 正确 而开机待机10分钟后加装酒扎M.2 SSD散热器 可以把PC压在35度 哇 我的妈呀 这也太凉快了吧 如果照这温度推算 在测试过程中应该很难会超过60度高温 这PC少了高温影响 等一下测试过程中它应该会能力大爆发 全速充斥 蛮期待它接下来的测试表现 而在我多次使用Crystal Dismark 读写性能狂超测试 它的工作温度最高也才41度 不知接下来在9X M.2 散热器压制下 有没有机会破50度的高温 而在空盘零发测到读写速度 读取有7096NB每秒 写入有6832NB每秒 测出来的读写速度 都还比官方标示再高了一些 在4K Q1 T1 也是PCI 4.0 高级M.2 SSD 前段般的高水准表现 接下来是AS SSD Benchmark测试 最后总得分有10717分 妈呀 这是第一次在测试M.2 SSD Gen4 看到有破万的分数 真的好强啊 但在IoPS却只有91万和89万左右 这就和官方标示都破130万水准 有点落差 唉 不知道他们是用什么软体 所测出来的结果 这一点可能要再查一下 接下来是大档案 读取和写入测试部分 一样用IDA64 来对P4E 2TB 做全盘线性读取测试 在开始测试初期 读取速度约在5500MB每秒 但过了58后 就开始全油门暴冲 一路用6000MB每秒左右 读取速度到结束 感觉在前面让它准备好后 他就不客气 全力充斥读取的发挥 接着是全盘线性写入测试 在测试初期 写入速度约在5600MB每秒左右 大约过了40% SLC模拟快取耗尽后 就马上掉速下来 在那里上上下下跳动写入 最低速可以到1600MB每秒 最高速可以达到2100MB每秒 此时监控软体显示 PC写入温度才42度左右 这样大量写入的测试 它的主控晶片储存颗粒怎么还是那么凉快呢 而通常测试NR2 SSD过了缓快速度 就差不多会呐喊 阿姨我不想努力想躺平了事 之后大家就等着看它还能撑多久 可是PC却不是出现这样白烂的表现 再写到68又马上冲回5600MB每秒的一开始写入水准 天啊 测试过那么多NR2 SSD产品 也没有看过可以再度回溯到原本的高写入速度 这PC是用了什么黑科技 让它的SLC快取清理回溯那么的快啊 真的太厉害了 而且接下来的写入策略都大致相同 连在最尾速也还想再度爬升回来 但真的不好意思 测试时间到了 也只能请你休息一下 接下来再用实际档案来写入测试 看看PC是不是还是那么厉害 一样使用上次的52GB大小测试档 拷贝复制到PC2TB里面 在第一次写入时间 大约预估只要15秒写入 过程也是几乎平顺没有出现降速问题 写入速度约在2.6-2.8GB每秒 把52GB测试档拷贝完成 感觉这52GB测试档对它真的是不动不扬 直接出大绝招 改换成52GB的2倍104GB测试档 再操练一下 就不相信不能把PC打回原型 吼吼还不错嘛 还撑得住 写入速度大约还能在2.6GB上下跳动写入 直接把PC写到满盘测试 但我大约是写到第5次测试的37% 总计有350GB时 它就开始出现 SLC模拟快取耗尽现象 写入速度开始掉到1-1.8GB每秒的上上下下的跳动写入 而且在之后的写入速度都是保持一致 但你以为PC就这样保持低速到结束吗 可别忘了它可是SLC快取清理最快的回溯之王啊 在我测试到第11次总计有1248GB时 又马上回溯到原始速度2.6-2.8GB每秒 一路飞快写完结束 但是不好意思哦 我的104GB也不是在吃素的 在第12次测试的82%时 PC又不得不再次降速 回到SLC快取耗尽的速度 在1.8GB每秒左右写入完成 接下来几次写入测试 就没有再看到回溯的现象发生 真的感觉和我在IDA64大档案线性写入测试结果大致相同 那样再用Crystal Disk Mark来测试96%的读写性能 最后读取有7,096MB每秒 写入有6,575MB每秒 写到96%满盘的P41 还是能比官方标示读写速度快一些 嗯 不错不错 最后在ATDO Disk Benchmark测试 在16KP以上区块的读写表现 已经是GEN4高线M.2 SSD水准 可以到2.3GB每秒的读写能力 到了256KP以后 就是它的读写能力大爆发 直接冲到极限值6.3-6.6GB每秒速度 测试到最后也是平衡为止 没有出现掉速问题 那以上是SK海力士Pranon P41 2TB PGI 4.0 M.2 SSD固带硬碟测试 老实说它的测试结果是让人满意 都能排在PGI 4.0高阶M.2 SSD的前段班水准 它也很明确是在主供面向高阶电脑的使用者 由于SK海力士的自家一条龙设计生产制造 也让P41的工作温度表现出色 都保持在良好的温度左右 再来应该是P41的硬伤 就是它的售价真的比同硬碟容量M.2 SSD贵上许多 可是当我测试完也了解它的高阶实力 和用料品质也不差 所以还是必须回归那句话 M.2 SSD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 你要它再便宜卖给你 厂商也只有降成本换料成大陆便宜主控晶片和主存颗粒 再让你抽抽热抽到爽为止 再看你个人造化是如何 所以如果你是和我一样 需要剪辑影片、美工编辑和3D渲染为主 我个人是推荐可以把P41放在你购买首要名单里 因为现在要找读写速度稳定 而发热量低的M.2 SSD真的是越来越少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对今天测试的SK海力士Pranon P41 2TB PCIe 4.0 M.2 SSD 有什么看法都欢迎在下面留言 告诉我 也请多多帮忙按赞和订阅 让我可以更快一点达到10万订阅奖牌 我是香蕉人 那我们下期影片见啦 所以影片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和分享 也记得把你的铃铛打开哦 这样随时才可以收到我上传的最新影片 Bye Bye